那我們先來歌唱小教室 因為我們常常聽到老師說 你的打沒抓到 打跑去 沒有跟上拍子 拍子抓到了 歌曲就對了 問一下天老師 怎麼抓到拍 抓得準 才有辦法把歌唱好 因為這個節拍有分很多種 因為我們常聽到評審老師在講那個 你的拍子沒有跟好 常常聽到這個選手會吐吐 會出問題 其實那個問題常常都出現一些 比較特別的節奏 我舉例好了 舉一個例子 就是我們先介紹這個華爾滋 華爾滋的節奏 其實華爾滋的節奏它是三拍的節奏 三拍的 對 三拍我們會聽到 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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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對對對 你看 美人姐也知道這個節奏 其實有一個重點 這個華爾滋的節奏 不是只有說單單的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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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跑出來 其實每一首歌裡面 它有它的輕重音 它的輕重音 我可以用一個方式 就是可以來練習 這個練習叫做指揮練習法 指揮練習法 對對對 所以指揮練習法 就是說我們看人家作指揮的時候 我們的手打個三角形對不對 瀑 啪 啪 啪 瀑 啪 啪 啪 當瀑下去第一拍的時候對不對 它這個重音稍微比較重一點 他就 創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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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創 畫下去那一個 畫下去然後那個律動 律動下去是不是前一拍會稍微比較重了一點點 對 所以這個是一個律動 就是一個基本的一個節拍的律動 所以如果唱華爾滋的歌曲 比如像車站或是說 車站影視啊 華爾滋 心嘴等等都是 對 是這樣子啊 對對對 這個律動就會更拍子 對對對 但當然我們也不要那麼死 就是說可能是一句如果比較長一點的話 你後面可以做一點發揮 但是記得拍子回到正拍回來 所以一定要抓得很準 其實基本上你跟著這個律動走的時候 這個拍子大概你的呼吸也會跟著拍子走 就比較不會亂 所以會抓得比較追一點 那還是要用卡達車 誰呢誰呢 可是他就不是華爾滋 他不是喔 不是 不能用那個來唱喔 不一樣 不一樣 卡達車這個沒有辦法了 這不是華爾滋的節奏 謝謝老師 指揮練習法 謝謝